12月3号为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嘉义县市政府也于11月30号 在莆子以及嘉义市个别举办身心障碍者表扬大会 希望透过表扬的方式 来鼓励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找到自己的专场 会邀请一些专事学者来继续整合的这个部分 身上者常因外表上明显的缺陷而感到自卑 但透过旁人的鼓励以及对自我的期许 让他们在擅长的领域里能够越做越好 一开始当然比赛的时候不敢将手拿出来 家人这一路歌唱之路陪伴我 就告诉我说其实要自己先接受自己 别人才会接受你 所以当我慢慢的把我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并没有这么害怕 我对桌球一直有兴趣 我也是抱着就是说我就是practice 就是能够成功的 今年的7月我可以有拿到国手的资格 这个门槛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 我们一直要告诫自己就是说自己要努力不懈 绝对不要被自己的障碍所困住 活动的办理能使民众与生长者互动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大众对于生长者们应该要释出更多的关心 让生长者与大众之间的相处更加融洽 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的听听生长朋友的心声 然后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站出来 为自己可能讲话为自己发声 在每一个角落里只要有我们身心障碍者 不管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按摩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一个烘焙的工作 给我们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关注 除了定期举办相关活动外 生长者们更希望有一个友善的生活环境 以及多一些的工作机会 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中发光发热 不再只是受帮助的弱势 在这个社会上的关注 并不是说去可怜这些身心障碍者 而是要提供机会 因不同障碍不同需求 我们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去让他们更有能力去表现自己 环境要更加的友善 然后鼓励我们出来面对着社会参与 而不是一直把我们当成弱势 不管是增加无障碍设施 还是改变大众对于生长者的看法 都能营造友善包容的社会 让更多拥有不同特色的人 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中正一报 杨高杰 张永腾 嘉义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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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